何俊賢議員 多謝主席 剛才我聽了一會兒也聽到 某些泛民議員說了很多的道理 例如 泛國威議員可能他 反對這個聲音就沒有什麼新的說出來 就連人身攻擊都出賣 說某些議員大聲一致 他為什麼這麼大聲的議員沒有他大聲 就是這樣 但是有些說話 就確是 比湯豬更難聽 對不對聽的話最重要是聽你有沒有道理的 他提出了一件事 就是說根據 基本法 我們有權要審議有成 那我就要看一下 究竟這件事算不算自閹呢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括弧四 是要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 我想問上次的 施政報告 講的時候他們去到哪 有沒有聽到 這樣算不算自閹 可能范議員他現在這陣陰聲細氣了 跟這件事自閹有沒有關係 這件事真是 這卻人議員 范國威議員 因為他剛才說 他陰聲細氣 然後就暗示他是閹了 閹這件事是很侮辱性 所以我覺得 他是有個侮辱性 我要求你收回和道歉 以及要求你裁權 何俊仁議員你會不會收回你剛才的說法 我換句話說 你會不會收回你剛才的說法 我收回再說 你收回你剛才的說法 我收回再說 我換另一個方式再說 你繼續發言 他是陰聲四氣 然後批評某些議員 或者是立法會自閹 但是這件事 和他自己同樣做了這些 自閹議會的行為 有沒有關係呢 或者換個方法再說 另外他也提到 那我就說回 剛才打斷了 要繼續回去 對了 忘了說到哪裏 馮檢基議員就說 他們有他的權利 是為了爭吐 有爭吐性的議題 就可以在最後一天給他過 那就是從邏輯來講 他是看著最後一條死線在哪裏 然後設定他的問題 變成在審議議題方面 就不是理行他議員應有 為議會提供一個有效率的意思 這裏的環境 去作出他的專業判斷 所以我覺得這樣 他們是表現了純粹是 以政治鬥爭為本這件事去做 這些才是真正的漏打 那你說呢 他還說特區政府 當基本是傻的 當市民是傻的 那我覺得他們這種行為 簡直是當市民和民生是無物 最後我也很同情 莫乃光議員 這次他夾到中間 為了創科局的支持 是勸回議員就不要拉布 但是我勸他一句 鎮他一句 早知今天何必當初呢 他之前也都在某些議題上 很純粹地拉布 有幫忙的 但是他之前做的時候 有沒有考慮到這個議題 是對某些人的設身利益有影響呢 所以我建議大家在將來 將來處理議會的事情裏面 真的不要再拉布 如果不是的話 外面的市民真的會說粗口的 多謝主席 下一位是郭家麒議員 於是